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这个还是大年初二的晚上 在这里再次给大家拜年 新年快乐 旺事如意 步步高升 哎呀 别再讲步步高升 新的一年 这个红包有没有步步高升 很多人的红包没有步步高升 结果现在我们等到什么东西 哎呀 我们的数据 我们的疫情数据还真的是步步高升 真的真的给一些人预测中了 这个过了年就是大爆发 所以才刚刚过年过两天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 那么昨天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的数据叫做5566 哎呀 又是5566 哎呀 连大年初一 前一天叫年四年三十 大年初一还会5566 那么5566呢 是2022年大马最高的数据来的 然后到了今天大年初二呢 哇 更高啊 所以整个东西呢 它完完全全有一种失控的情况 所以大家过了年啊 我跟你讲啊 哎 我们的心态要完全不同啊 完全要小心啊 哎 我们来先看一下新闻讲报啊 那么有一点要注意啊 那么现在大马的两个 上一的领头人物呢 凯里跟三个呢 两个都在隔离当中啊 因为两个刚刚从那个 WHO那个四位组织 在那个瑞士热内娃那边 开会回来呢 两个都在隔离当中 但是在他们隔离的时候呢 哎呀 这个 我们看见了 这个整体数据呢 有一点了 这个失去 那个控制的 那个季限 所以整个东西呢 不简单不简单啊 那么三个我跟你讲 他虽然被隔离 他在隔离当中呢 哇哦 我跟你讲啊 因为我有订阅他的那个推特的 他到底是有睡觉还是没有睡觉 那个昨天也好 前天也好 哎喽 这个半夜啊 整个半夜啊 他一直在投资那个推特的 一直在发推文的 他一直在讲东西的 没有听过的 看他好像睡两个小时啊 人家半夜4点又来吧 所以呢 他现在还讲了 活跃病率持续增加 所以头痛的时刻又要开始了 所以各位啊 这个过完年呢 哎呀 我们又要面对新的一波的疫情到来的话 这就是他们给了大家过了年 这个新一波了 所以5736 2022年呢 最严重了一天了 所以你看啊 昨天大年出疫 大年出疫 大年出疫 人家不检测 不做工了 很多人不检测了 所以他又提升了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实际上啊 我相信呢 这个5736呢 是很多人呢 自己检测自己重的 因为他一直讲嘛 过年啊 去拜访朋友说检测啊 机会都检测啊 什么都检测 检测再检测啊 结果每个人检测一下 数据一下子 砍裂开来 他相信是这样子来的 因为之前不检测啊 红龙痛啊 咳嗽啊 没有人去理嘛 现在三个子 检测再检测 结果检测一下 通通 哎呦 这么多人重啊 所以这个病毒呢 早就在我们的社区当中 在流传着啊 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啊 你现在有那种症状啊 有点流鼻水 有点咳嗽啊 红红干干的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你去检测啊 都有可能重啊 所以问题就在你要去怎么看待罢了 所以你看年初二还新增8个橄榄群 昨天年初一呢 还增加7个 所以呢 病毒没有过年啊 病毒没有半假啊 病毒没有过节啊 在过年呢 他更加活跃啊 因为这个人类呢 给他创造了更加活跃的传播条件啊 就是大家过年的时候呢 我还是一直在那边传播这个病毒啊 只有凯里呢 讲的话还好一点点 他说 哎 一切还在控制范围当中 一切可防可控 他说 大家不用太过害怕 那么这个是凯里讲的啊 所以一般上官员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全世界都一样了嘛 那官员跟你讲 可防可控 一切 under control 就是不 control 可防可控呢 就是不可防不可控的哦 所以大家明白这些 官员讲话的意思就明白了 所以既然是不可防不可控的 很简单嘛 我们人民自己 保护自己 人民自己 控制自己 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 其他国家的疫情的数据吧 新加坡 新加坡爆开了 6264 6千多了 所以新加坡呢 不再是那个什么清零国啊 不再是什么防疫很好的啊 啊 我们不要再讲什么防疫很好的啊 他要防也防不住的知道吗 这个新的这个 这个奥米克隆呢 加上奥米克隆的妹妹呢 奥米克隆的妹妹更加厉害嘛 已经在流传了嘛 所以你看一下子 你看新加坡也是 砰 上去了 还在过年呢 你看 提升了这样多啊 然后 韩国呢 这次韩国失控了啊 这个韩国以前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离开的啊 现在砰 2万 OK 砰2万了啊 对啊 然后那个土耳其呢 土耳其呢 已经第一次呢 第一次一天破10万 连土耳其都破10万啊 除耳其以前都是5万 6万 7万 8万 这次中的 失控了 冲破10万了 那日本就不用讲了 一直在高纪录了 再单单只是TOKYO 只是东京啊 东京啊 东京就2万了 一个东京就是韩国的存国啊 一个东京就是韩国的存国啊 一个东京就2万了 所以创下那个新高啊 然后呢 再来已经在57个国家呢 发现到这个奥米克隆的妹妹 所以她妹妹的流传呢 也非常非常的广啊 所以什么时候来到大马呢 不知道啊 那么现在目前的这个奥米克隆妹妹的热点在那里呢 在新加坡啊 新加坡好像很多一下了 所以新加坡的进来呢 BTL进来大马呢 大马又随随便便都啊 所以这个这个就是呢 整个会流传到大马的最大最大的风险就在那里 所以所以 防不住嘛 所以你不用再防什么 所以泰国突然间看开了 哎呦 不用隔离了咯 泰国呢 全面开办已经接种的游客 反正你打了针 真的太近泰国不用再隔离 再关没有用 再关下去了 如果再关了 关20年 20年全部 哎呦 不可以吗 是不是都关了2年半 差不多3年了 差不多3年了还关什么 是不是 泰国突然间看开了 他终于学了那个赌败这样子 不用隔离了 所以 大马呢 过不久呢 相信也会这样子 因为你没有办法的啦 你 你再这样子关下去呢 你难道要关到10年 20年呢 学校都回去读书了 还怕这个外国的这些人进来 是不是 所以 没有办法了 所以整个趋势呢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防疫的意识有没有提升呢 其实最近看见好像并没有啊 虽然大家过年百过年了 过年还是要小心的 只是 看见很多地方呢 还是大型大型的群聚 昨天那个马华和明镇 那个不用讲了 大家可以继续看见 虽然这个是他们的SOP SOP 允许他们300人 在那边呢 庆祝新春招待会 这个是允许的哈 但是呢 其他地方呢 Shopping 在我们KL 这里呢 哎呀 所以讲Shopping 没有人去啊 我们看一下人山人海啊 我们看一下人山人海啊 因为现在很多基隆坡的Locker 就是已经像我叫移民基隆坡的人 已经没有加乡回的 或者是本来就在基隆坡呢 基隆坡就是加乡的 所以 这个年初一年初二呢 都在这个Shopping 当中 看见的是人山人海 根本关机SOP 根本关机疫情啊 所以 所以呢 整个情况呢 部乐馆啊 所以 大家去这个人多的地方呢 要小心啊 还真的很多人啊 然后呢 哎 还不会又开始塞车了 因为 很多人的年初三开工了嘛 华人才会休息比较久啦 也不是华人的基本上都回来了嘛 明天就开工了嘛 后天就开工了 年初三年初四嘛 所以 又开始回来了 又开始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啦 那么 接下来呢 哎呀 我们就讲一个震惊大妈的新闻啦 所以 人家是有公开呢 有公开我们才讲啦 因为他毕竟自己公开啦 那么 这个大妈非常非常出名的 黄红呢 我们的Drift Princess呢 我们的这个飘鱼公主呢 他讲说 他新年前聚会呢 他的丈夫跟他的长子呢 全部中奖 所以 我们可以在他的那个 点数那边看清楚 看到 他一直在奥特性的那个情况 所以 不要忽视啊 所以 最容易中奖的地方呢 的确就是在这个聚会啊 所以这个飘鱼呢 他其实是一个人才来的 14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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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就是赛车手了 14岁他是赛车很厉害的 他只是呢 哎呀 就是淡啦 就是这样子啦 你往这种路线走呢 发展不了嘛 所以 他只能够在这个 这个网络那边呢 他反而呢 找到他现在的这个地位 但是 对人民来讲呢 哎呀 这个 这个信心的打击很大啊 连这个飘鱼呢 连他这样的人物呢 都中的话呢 哇 真的是对大家 有很大的信心 所以不要讲啊 之前 我们去印度打羽毛球回来的 那整队大马的国手 差不多中完了啊 差不多 每个国手啊 都最终都是中啊 所以讲的 这个羽毛球运动人啊 你看 冒险去 帮国家打球 打回来之后 通通中 所以你讲 这个国家不要对 他们好一点点啊 大家觉得是不是 疫情已经两年半三年了 我们都经历过最黑暗的日子了 所以 这个过年后的这个二月呢 如果 如果他情况会变糟的话呢 应该 我们都知道怎么做了啊 那大家要小心 减少群聚 减少外处 减少去 今年还不是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奥米克隆 那个妹妹什么时候 都不知道啊 所以避免呢 整个疫情呢 在大马继续的扩散 难得大家呢 开工了几个月 然后能够 过了年 但是呢 这段时间呢 哎呀 我们不要烂谈恶火啊 不然的话呢 在海底塔利拉亚的时候呢 每天 每天几万 每天十万二十万 你还有什么心情做啊 以后 你看到每天十万二十万呢 你还敢做生意啊 整个心情呢 整个消费者信心呢 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好 那么今天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那么大家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 再小心 好 我们下期再见